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哎呀 他觉得没有人要他 他觉得自己很悲哀 所以有一次呢 他就去想就想 想不通了 他跳河自杀 结果他跳到河里面 有个老和尚在打坐 然后听到咚一声 赶快出来看 哎呀 有个女生在水里面 赶快给他拉起来 拉起来以后这个小女生呢 就跟老和尚说 老和尚 你不要救我 我生命好痛苦 你干嘛救我 老和尚说 好吧 那你的生命算是我的了 我救你起来 我告诉你好不好 在乡下还有很多独居老人 好可怜 没人照顾 在孤儿院还有很多小孩子 很可怜 没有人照顾 你以前都没有想到那个 你只想到自己飘不飘这样 有没有人爱你 你没有想到那些人很痛苦 试试看好了 你去帮助那些老人 那些孤儿 试试看 如果真的不快乐 再来找我 你再跳我 我就不救你了 结果这个女生 试试看 既然没死 她就开始到乡下帮助那些生病的老人 孤儿 诶 一段时间以后 有一个事业家 长得很帅的事业家男人 居然看上他 这个女人好有爱心啊 娶她做老婆 麻雀变凤凰 各位 我讲这个故事 很真实 但是很简单 人跟人之间如果用外表来取决一切的话 我想那是脆弱 每个人都会老 所以呢 人跟人之间在一起 就像各位同班同学坐那么久 不是因为他眼睛大 不是因为他怎样 而是他对你很好 照顾你 安慰你 并不是因为他的外表 你从他身上并不是满足欲望 而是他帮助你 这个才是永恒的爱 这种爱不会褪色 如果你把爱是建立在外表 那各位 如果有个男生写信给你说 我好爱你 你没关系 你要问他 你到底爱我什么 他说你头发好美哦 还有没有 眼睛好美哦 他心里想的是什么 哦 这个胸部大哦 有没有 这是实话 回去看你阿嬷的胸部好不好 回去看你阿嬷的头发 那都没问题啊 如果爱是建立在欲望 外表 身材 他不是真爱你 因为你怀孕了 肚子大大了 像大肚鱼一样 你老了 皮肤松懈了 不再这么美了 从小姐变欧巴桑了 爱是建立在这上面 那这个不是真正的爱 那那时候你就会啪 每天想要弄得年轻一点 每天想要化妆 那爱得多痛苦啊 这不是真正的爱 我想真正的爱有一点类似妈妈或是阿嬷对我们 不管外表怎么样 越生病 越爱我们 关心我们 希望我们离苦得了 我想人跟人之间要发展的是这种真爱 而不是假爱 所以今天第一条真理 先背下来 爱不要建立在做爱上面 我听到对吧 背下来啊 爱不要建立在欲望 寂寞啊 好 反而周边有这么多人 你不去爱 家里的蟑螂蚂蚁你也不爱 好 因为你讨厌它 那你内心里面就不美丽 所谓美丽的心就像圆满的月亮呀 对一切生命都喜欢 像我们出家人 很多人问我们为什么要出家 很简单 出离 自私 欲望 金钱 感情 占有的家 听清楚 因为这些东西让我们很痛苦 金钱 自私的感情 会让你觉得很脆弱 不要有这种自私欲望的占有 把自己去爱每一个人 爱老人 爱小孩 爱天神 爱地鬼 我们在嘉义养了很多要被杀的牛 我们在台南养了跟高雄合起来将近三千多只的流浪狗 我们经常去帮助那些生病的老人 各位 这种爱没有副作用 当然我不是告诉各位不要结婚 而是说你将来如果要谈恋爱结婚 希望你的动机不是那种欲望的 那种占有的爱 不然你会觉得很怕 怕失去对方 怕变化 你刚刚讲的会怕老 怕对方你的男朋友去看上别人 你会每天活在那种忧愁拱剧里面 那谁要这个东西呢 所以呢 要有一个健康的心态去建立真正的爱 再来 第二个 各位要了解自己 了解自己首先啊 就像我们学校这么多同学 每个人的外表 身高 体重 身英 出生的环境 未来的命运不一样 那到底这些东西是谁在决定 各位要去了解 很多人会因为这样去算命 排风水 算八字 拜神 抽签 跳档 但是各位 人的命运 非观宗教 而是在什么地方决定呢 自己的思想 产生的语言 产生的行为模式 造成一种力量 在佛教里面叫基因 叫业力 你才是你自己命运的主人 就像各位现在会玩电脑 电脑的软体 VCD CD的磕痕 现出来的声音 你自己制造你自己 你一定很骄傲 但是这些决定在什么地方 还是你自己 各位 所以今天要告诉各位 生命的答案 生命的原理 你要好好去制造你的下一代 但是你也要接受你的现在 去感受你的未来 人是自己命运的主宰 刚刚讲了 一个人为什么唱歌很好听 来 各位先跟我背围 背围 是命运的主宰 来 行为反作用力 各位记住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我现在把花送给这边的同学 他就对我笑 我现在骂你们 你们就骂我 所以这边对我不好 这边对我好 不在意我的宗教 而是在于我对你的 所产生的反作用力 一个人为什么唱歌好听 不骂人 多称赞别人 又会造成一个好的声音 一个人为什么口才很好 不骗人 便才无碍 没有障碍 一个人为什么讲话 别人很喜欢听 真想听下去 他到底在讲什么 因为这个人 他不喜欢背后说人是非 所以他的声音 就给别人一个很强烈的吸引力 想要在地区听下去 所以各位 原来如此 一个人为什么脸长得很漂亮 各位 前面这个花漂不漂亮 漂亮 你看 为了我要来演讲 他们有人 用花 漂亮的布 怕我的脸的皮肤太黑 还给我照两个灯大大的 照它拍起来 脸就会白白粉粉的 上电视人家 我师父 你有没有化妆 这叫什么 反作用力 你经常献花给别人 乃至把花 供在大众场合 大家在看的地方 让每个人眼睛都看到一个美 反作用力 脸长得漂亮 你希望脸长得漂亮 第一个 不生气 不生气 你这个脸要是经常生气 早上出来啊 跟妈妈吵架 骂一骂 昨天很漂亮 今天来学校 看起来就很丑 因为你制造一个 很不好的反作用力 所以修忍辱 长微笑 多供花 就漂亮 像刚刚我进来 看到后面有几位同学 在献灯 为什么要供灯呢 同学们 如果你现在坐在那边 很黑 有人拿一个灯在你面前 把你照亮一点 你会很快乐 那个佛像 神像 上帝 伟人的相片 我们就希望大家看 如果你一个恭敬心 供养一个灯 供在这个该被尊敬的人 或是这些圣人面前 反作用力 那眼睛漂亮 黑白分明 那有些人为什么眼睛瞳孔的 黑色的特别大 你多不失油 有些人为什么天生双眼皮 因为你不失那个点油的灯心 知道吗 没有那个灯心 油就点不起来 你为什么眼眶像老外一样 这么好看 你不失登座 所以各位 很简单 每一个人所得到的都是自作自受 你过去式的思想行为 造成你现在投胎的家庭 跟你外表 你现在所做的 会影响明天 影响未来 影响未来事 所以 今天很重要的观念 人是自己生命的工程师 人是自己外表的雕刻师 人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因为如此 你要好好的管理自己 控制自己 而且要知道怎么去制造 比如说 我知道女生最喜欢穿漂亮的衣服 同样一件衣服500块 穿在这个女生身上 看起来像5000块 一件衣服5000块 穿在她身上看起来像200块 为什么差那么多 有些人天生 爸爸妈妈从小给她买了很多的衣服 有些人啊 没钱买衣服 为什么一个人可以穿很多漂亮的衣服呢 因为他喜欢送衣服给别人 所以各位 你现在读高尚啦 你把国中国小的衣服不要乱丢 洗干净烫好 送给那孤儿院的小孩 甚至有些人把包好 我经常到印度 尼泊 越南 他们就托我 把他带出去送给当地的贫穷人 那么那些贫穷人穿到 温暖漂亮的衣服啊 那你生生世世 反作用力 有很漂亮的衣服穿 但是各位 你把衣服送给谁 送给神父 送给出家人 因为神父啊 出家人啊 他们没有在赚钱 他们一辈子在奉献修道 然后呢 如果你不失给他们衣服 他们穿这个法衣 看起来很庄严 代表真理 那么你的功德更大 就是你的行为反作用力更大 哦 你外表衣服更多 所以各位了解这个道理啊 所以各位有听过一句话 叫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重瓜得瓜 重动得动 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主宰 你希望 哦 你希望你的手漂亮一点 然后这个手很重要 来 各位手伸出来看看 然后这样合掌 如果各位听我讲 如果你这样合掌 每一根手指头都细细长长 中间没有缝 手细细长长 很软 这代表什么呢 你这个人爱护小生命 没在打死甲状 你这个手短短的 这样翘翘 还没碗 你过去睡在太低的 你家的传统可能是杀猪杀养的 所以你的手相会不好看 来 各位再翻过来 看看手背 如果你的手背啊 看起来很细 看不到血筋 看不到骨头 代表什么 你这个人生生世世不贪心 不喜欢偷人家钱 不喜欢打麻将 你适合做会计 钱给你摸也不会掉 如果你的血筋暴露骨头多 你整天手就要打麻将了 各位行为会影响外国 来 手再拿出来 摸摸点 如果到了冬天 你的手还是红红热热的 代表什么 你这个人非常孝顺爸爸妈妈 爱护动物 帮他们按摩 你到了冬天 你男朋友牵你的手 哦 你手怎么跟他冰一天 卡冰 手冰 代表什么 不孝顺 所以各位 回去赶快帮阿公按摩 礼拜天到老人院 帮老人按摩 帮流乱狗洗澡 你的手就会红红热热 你知道吗 来 手再拿出来 摸摸手心 很细 还是有一点粗粗的 如果有一点粗粗的 代表什么 上辈子好色 喜欢乱摸 如果以后你交一个男朋友去看 哇 拜呀 这叹拜呀 好 所以各位 你的行为 就会变成你的外表 那你问我说 师父你管这个干嘛 你能出家人 为什么要修这个 各位 观世音菩萨长得装不装严啊 好看 释迦摩尼佛长得 我要看 好看 为什么 我们在修外表 不是为了交男女朋友 而是你要 让别人有一个 不讨厌的外表 不讨厌的声音 不讨厌的一个 这种情况 别人看到你 会自动的尊敬你 而愿意跟你学习 这是我们必须要修的 好 所以各位 当然如果你重视外表 那你也要知道 这些原理 那你知道怎么去改造 哦 女生你希望这一辈子 皮肤都细细的 到了50岁 看起来还像25岁 那怎么办 天天擦桌子 擦椅子 把这个地板擦得亮亮 特别把老师擦 桌椅擦得亮亮 特别在家里 阿公阿嬷在拜佛啊 拜祖先啊 那个佛桌都给他擦得亮亮的 那你的皮肤就特别的细 然后再多点两个灯 让家里的祖先啊 佛像啊 神像啊 更光亮 那你的皮肤就特别白 你知道吗 哦女生你这辈子皮肤比较黑 你希望生出来的女儿皮肤很白 那你现在就多点灯啊 来自多让黑暗的地方 没电的地方 牵光明灯啊 那你就能够造成这六个字 来背下 行为反作用力 行为反作用力 那你就知道 这就是生命的开悟 眼睛不好 多送人家眼睛 唱歌不好听 除了不骂人 送好听的CD给人家听 参加学校的合唱团 多制造好听的声音给人家听 各位 唱好听的歌 让别人快乐 生生世世 外表好看 而且很有人缘 各位如果愿意到老人院啊 到孤儿院啊 到女子监狱啊 像我们高雄女子监狱 官两千个 龙潭 女子监狱 官两千个 在宜兰 还有一个属于外地的印尼啊 越南啊 菲律宾啊 大陆来的那些 受刑人 一千个人 关在那边 我们经常来去唱歌给他听 让他心情开朗一点 这样布施声音 布施好的声音 反作用力 声音好听 所以各位了解这些道理 你很改造自己 那我问各位 你希望将来越来越有钱 布施什么 钱 很简单 帮助贫穷人啊 人家要盖医院啊 盖老人院啊 我们要出一百块 世界展望会啊 都要出钱 背四个字 背下 舍一得万 各位很简单 今天一个小小的种子 种在泥土里面 三个月半年 开花结果 哦 点多少个水果 当初你布施的是什么 只有十块钱 所以各位了解这个道理 你从小就要开始布施 啊 哎呀 你像现在住的房子好小啊 还是贷款来的 你希望以后将来结婚 可以赚大钱 买房子给爸爸妈妈 或是嫁一个很多房子的老公 啊 也可以住大房子 让爸爸妈妈来住 那怎么办 那你现在 人家要盖慈济医院 啊 天主叫门洛医院 啊 学校要盖礼堂 乃至我到埔里 九二一 那时候很多人地震 很多人就捐钱盖礼堂 盖房子 各位 捐一百块 捐十块 帮人家盖大房子 那你将来啊 就招感一个反作用力 住大房子 所以各位 人是自己命运的处在 所以你要学习这些生命的工程 生命的答案 生命的原理 改造自己 再来 最重要的 每一个人都希望长寿健康 少生病 像各位 现在年纪大了 就开始 有些会头晕啊 有些会 哎呀 胃痛啊 有些什么病都有 很麻烦 这个身体 为什么这么多病 能不能不要生病 可以 不失药 给生病的人 再来 很有爱心 耐心的照顾 阿公阿嬷 或病人的身体 制造反作用力 再来 不要杀小动物 各位 你在家里 看的嘎嘎 你怎么办 Policy 他那个痛 反作用力将来都会在你身上 各位请记住 生命有轮回 人们是细着说 生命有轮回 你的前世影响你这一世 你的这一世会影响你后半辈子跟来世 所以每一个人出身身高外表不一样 我们受过去世 无量世的思想行为一直影响的 所以 那你现在听懂了这个道理 你要开始改造 像我每次来嘉义 我们在眉山有个护生园区 哎呀 那些养牛啊 养鱼啊 养流浪狗啊 甚至到市场去买那些鱼牛啊 要被杀的 救他的命 各位这个要学好 因为爸爸妈妈总会老嘛 会生病嘛 如果爸爸妈妈很健康 阿公阿嬷很健康 你读书也很安心 那你如何让他们建造他们呢 那你在路边看到 哎呀 水族馆的朱文锦 一只一块钱 要给大鱼吃的 一百块买十只 一只可以活十几年了 给他放生 把这个行为影响力 给生病的阿公阿嬷 他会不会享受 很简单 制造反作用力 然后阿嬷的腿不好 阿嬷现在不能走路的 坐轮椅啊 很麻烦 你希望阿嬷腿赶快好 帮他做什么 很简单 送轮椅给人家 那知道教堂佛堂什么 送拜殿 人家跪的时候 腿很舒服 那阿嬷的腿就舒服一点 那更快的方法是什么 救什么 救兔子 救青蛙 青蛙兔子的腿啊 最有力 那这我们现在 华人很喜欢吃大夹蟹 过去看 被绑得很紧 那个腿啊 绑得紧紧的 买过来 把绳子剪掉 他腿就自由了 哦 游会大海 游会河里面啊 把这个行为反作用力 给脚步舒服的人 特别女生 你希望跑步 跑快一点 他有个很快的方法 送人家鞋子 很简单 你这个人很胖冷 经常感冒 送人家外套 送人家棉被 你这个人啊 很怕热 请问 要送人家什么 冷气啊 电伤啊 以后老师来上课 后面都要摆个电伤 把你吹 给你吹 给你量 老师的功德力最大 这个世间 谁对你影响力最大 对你的恩最大 那个就是功德力最大 爸爸妈妈 阿公阿嬷 老师 你要制造 这个最高的反作用力 各位如果了解 这些道理 那你要 但是如果倒过来 有些女同学 问我说 叔叔 人家唱歌 这么戏好听 我说 少瞎少瞎 不好听 为什么会 少瞎少瞎 佛经说 过去世或小时候 用嘴巴 骂过爸爸妈妈 骂过爸爸妈妈 骂过对你有恩的人 你的声音 就会开始撒痒 然后呢 哪一天不小心生儿子 生出一个不会讲话的 因为身上有这个基因 好可怕 这个基因 就会造成你的下辈子 所以 我现在知道了 赶快弥补 都回家 讲好听的话 给妈妈 爸爸听 今天晚上回去 妈 你今天好美 你妈妈快乐了 晚上还塞给你500块 那女儿真孝顺 一句话好不好用 你让她心情好 你每天脸都会笑 各位啊 有时候我在讲笑话 有些人都不笑 为什么有些人都不笑 甚至有时候 有些人 你看他躺着睡觉 那点脸 不知道 有些人在睡觉 脸是笑 有些人在睡觉 脸是鸡鬼叫 你知道为什么吗 让对你有恩的人 你一直让他很忧郁 很痛苦 就是不孝顺爸爸妈妈 让阿公阿嬤烦恼 反作用力 脸忧郁 脸不快乐 如果爸爸妈妈 看到你都很快乐 想到你都会笑 你的脸就看起来很开朗 心情就很好 所以各位听我讲到这个地方 行为主宰命运 所以第一条 希望各位长寿健康 从今天开始怎么样 来 跟我念下来 不杀生 多放生 常吃素 出一食物 阿公阿嬤吃素 你就陪着吃素吧 吃素 为什么要吃素啊 不要把自己舌头生命的快乐 建立在其他生命的痛苦上面 像我经常演讲 我的喉咙不好 很多信徒很慈悲 哎呀师父啊 喉咙不好 我买燕窝给你吃 听说燕窝吃了 喉咙有力 肺有力 燕窝 燕子窝 燕子的窝 各位你想想看 母燕子为了要生小燕子 吐口水做一个窝 然后站在那边孵蛋 然后你把它偷走 你生生世世没法的住法 不要把自己的快乐 建立在别人 乃至其他生命的痛苦上面 所以各位 你要长寿健康吗 多放生 像我妈妈 我妈妈的癌症 胆癌的胃癌 为什么 因为我妈妈都是自己养鸡 杀鸡 我爸爸说 你去外面买得好 你是怎么自己吃呢 我妈妈说 这个叫有鸡鸡 自己养的 没有加什么抗生素 吃的比较安全 然后 那台阁就叫我 阿强阿强 他把喉咙 鸡毛拔掉以后 割下去 我就拿碗装 装米 鸡毛 鸡毛 妈妈等下就煮鸡鸡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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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我跟我妈妈 我跟我妈妈两个得到了一个现实的反作用力 叫夜暴 我从小平血 只要蹲在地上站起来眼花白 晚上睡觉流鼻血整个枕头都红了下坏了 那我妈妈得癌症 搁喉咙 破肚子 拔毛 头发掉晃晃 躺在那边 像白斩鸡 我就跟我们老婆说 母啊 人家带鸡啊 我们老婆说 我自己家的鸡 怎么不能带 我说我妈 你家的 你怎么带 各位 这就是人的私心 我儿子不能痛 我那个鸡杀死他 没关系 所以我妈妈在得癌症的时候 我妈妈说 妈妈 这样好了 你的钱给我 我拿更多钱 我们救了一千多只的鸡 把他买过来 让他不用被杀 养在安全的地方 制造这么大的反作用力 给我妈妈 后来我妈妈 至少现在还活着 将近二十年的癌症 没有感觉的 各位你要懂的 癌细胞就是 复仇保护的细胞 你怎么制造了他痛苦 这个痛苦都会发生在你身上 你开始救他 制造反作用力 像我的爸爸 脊椎发生问题 很痛苦很痛苦 经常头痛 脊椎痛 痛到自杀 为什么 我爸爸喜欢吃鸡鱼 他在日本长大的 喜欢吃那些鰻鱼 喜欢吃那些鸡鱼 那我就制造反作用力 他喜欢吃什么 我就买什么饭 我买了很多鸡鱼 各位 如果你经常会头痛 我教你 头痛 痛得不得了 那些鸡鱼 怎么死的呢 他们买过来 这么大一只 头大一只 都没死 所以 他杀他 他会挣扎 所以要杀他 一定要拿棍子往他头 口 口 头头就昏了 昏了以后 就把切三倍 头沙吞 那我大量的救这个头沙 让他不用被敲死 不用被切 我爸爸的腰 现在还可以走路 不会痛得想要自杀 一点点不方便而已 慢慢慢慢慢慢的 就恢复 我经常帮进行 所以各位 要懂了这个道理 万一女生皮肤很不好 怎么办 如果你要放生 就什么 就那些活 好